哈喽大家好,我是小苏 今天呢 小苏给你们分享一个东西 是小苏最近才买的一个东西 就是 这个玩意儿 哎,对呀,麻烦了 OK 为什么要买这个玩意儿呢 因为当时有一天晚上 我坐在这个床头 实在太无聊了 我真的就是 怎么说呢,就是又困 然后就是睡不着 然后但是,但是呢 你又很无聊 当时呢,我就在网上买了一个 这个 香薰的这个 辣,对 我就说,买来了之后呢 制造一点氛围 这个氛围感 它是非常非常 Important Yes 就是这个氛围感呢 它可以让你身心愉悦 可以让你惬意 就是很舒服的生活在你的这个 就是这么一个小的房间里面 所以今天 咱们就去实测一下 看一下这个东西 到底能不能制造一些氛围 嗯 哦,对了 因为咱们宿舍就是没有打火机 然后呢 注意到是在楼下 OK 咱们,Let's go 哇塞 这个镜头有点恐怖啊 是这样 就是 因为就是 这个厕所 这里的混乡特别的好 所以呢,有时候你洗澡的时候呢 你就会放声的播唱 我不知道就是 其他人是怎么样的 反正我就是这样的 而且我有很多时候的灵感呢 都来自于我洗澡的时候唱的歌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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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对,我还有时候 有,有时候我就是灵感匮乏的时候呢 我会把这个手机 这个语音被忘录歌的旁边 然后我就点录音 然后我就 我就开始随意的乱唱 然后呢 而且,而且这个真的是一个就是怎么说呢 特别有灵感的一个时候 就是铲出的 OK OK 就是呢 OK,我选择这个地方呢 本身就很惬意 因为这个混响听也非常的好听 然后呢 这里再点了个蜡烛 那就更惬意了 对不对 OK 所以呢 我话都说到这里了 我想就是 今天在这个这么惬意的地方 这么有氛围感的地方呢 就是我来唱一首 就是我最近就是采取的一首歌 OK 准备好了 来吧 嗯 窗外的天晴 就像是 你多远的表情 下雨的 雨陪我哭泣 看不清 我也不想看清 离开你 我安静的处理 不忍揭笑着剧情 我的泪流在心里 学会放弃 陰雨的声音 一滴滴清晰 你的呼吸像雨滴 沈入我的爱里 真希望雨滴下不停 让想念继续 让爱变透明 我爱上给我 勇气的 Win in love 拜拜